又是來自星星美食有我的主持陳俊偉 今天的嘉賓Hedon Jeng 剛才我們所講的本地的食物 吃了鹿魚之後 第二間店舖 我一直很想去的 但不知為何每次都剛好 明明約了兩次 到最後都沒有去 那天不知是落大雨 不知道誰又說不信路去第二道 最後沒有去到的 就是東寶小廚 看看零三快老 麻煩 東寶小廚 前一陣子東寶有很多新聞 我講他以前在北角街市 但當年洪極的時候我都去過 因為當時我在附近工作 很多同事說要一起去 全部都去了 我記得當年那個惠惠奇觀 因為他在大排檔 街市上面大排檔 熟食街市 其實他佔了很多個舖位 所以那些人叫菜 或是侍應說話 是由街頭叫到街尾 陳巴布老闆也是 而當年我還記得是一個電視界鼎盛年代 所以突然在旁邊看見羅家良在吃飯 那些人都瘋了 撲過去拍照 但很多人都很害羞 因為那個年代還沒有自拍的 你幫我拍一張照片 好像是相機相片 Digital camera 那次都流行的 但不是手機 不是自拍 所以大家都沒有現在拍照那麼狼死 對於人與人之間還有一點害羞 不覺得慣性可以隨便拍人 所以拍完幾張照片之後 羅家良是可以乖乖吃東西的 後來就發生了事 不知道幾年前 一兩年前 一年前就說 東保小廚被別人 被停止租約 其實聽說 好像政府說了很久 空止了很久 但賣新聞就好像突然發生 但這件事不重要 總之他們就必須要離開 這個北角的屬性中心 但我覺得good change 搬去這裡 我沒有預期 現在這個位置叫什麼 他在一個很新的商業大廈上面的二樓 即是有人叫他去 一定是 給他一個漂亮的舖 在哪個區域 在灣仔近銅鑼灣 對呀 看過Google Mac 王灣仔近銅鑼灣 應該是 王仔近銅鑼灣 我知道在哪裏 其實那個地方更旺 都方便 方便 不應該是在北角 但北角以前有另一個風味 因為是一個大排檔的感覺 是 是 其實我覺得他都能保持到那個感覺 是 保持到的 沒有他以前那裏那麼大 但店鋪都很闊 舒服 你去到那天是否全場爆滿 都爆滿 你那時候是星期幾去的 我們是平日去的 好像是星期三、星期四 你知道的 現在這個市道很奇怪 外面的生意 不會有時候會很安靜 經常浮動 還有很多餐廳是叫苦連天 但東寶小廚還是銀力有餘的 是 是 因為其實來到那些菜 我們不知道吃些什麼 是 因為有人安排 是 他寫好菜單 所以來到是一樣 都覺得有驚喜 還有不是以前他們那些招牌菜 有變化的 有 生意又好 又夠熱鬧 老闆又在那裏 在那裏 還有他應該是有幾個老闆 有個代表人物 是 在那裏 他剛好招呼我們那裏 他們分開不同的位置 或是你的朋友認識他 我不知道 你見不到你的朋友和他很友善嗎 其實他都是托上托的 不是直接認識的 哦 原來如此 那我少看你的朋友 但是 差不多有他的電話 我下次直接找他預約也行 但是好吃的 好 我們先看看多麼好吃 那這裏第一道菜是什麼 這個應該是梅菜和麵糞醬蒸茄子 這些是基本的 我小時候都不是小時候 我想我都是上了年紀 不是上了年紀 就是出來做事之後 就很喜歡吃這些梅菜麵糞醬蒸茄子 覺得中式的做法比西式日本式好吃的做法 麻醬 這個好吃 很簡單 因為我們有個同事是吃素的 所以我們都特意要想幾個素 其實豆腐 這些茄子 是希望他有東西吃的 但是他又吃到辣椒的 小辣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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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看見 因為我猜有少少辣醬 有少少辣醬 我不知道 這個不太辣 這個不太辣 而且我覺得這些通常 豉油很重要 是啊 甜豉油很重要 下一張照片是什麼 滷水食物 這個我要大讚 大讚 因為我不是很吃滷的 我吃但是不是 我有些朋友是很喜歡的 這個是雞珍 雞珍 它是滷水的 但是它是給你點黃色芥辣 好吃到不得了 這個是新的菜式 還是什麼 我覺得是新的 我覺得很驚訝 一個我不太喜歡吃滷水的人 是忍不住狂吃 你為什麼會狂吃呢 它的質感好 一來雞珍做得很滑 然後跟那個芥辣是很配的 其實雞珍做得很滑 難不難的呢 我不吃 因為平時都是吃鵝肝鴨肝的 是啊 但是我有些朋友是喜歡吃 這些中式的鵝肝鴨肝的 我也認識很多朋友吃 但是通常都會吃真的鵝肝鴨肝 通常是 酒釀 或者是 滷水 滷水 但這個是做得很好吃 雞珍就少了 我認識朋友吃的話 它不知道它的配料 是令到它沒有什麼酥味 我覺得配芥辣是很好吃 配芥辣是挺有趣的 黃色芥辣 即是法式或英式的 我覺得它是中式的 中式嗎 調過自己的味道 我不知道 但是很好吃 超好吃 明白 下一張照片 賣相也很漂亮 冰鎮鮮油 冰鎮鮮油 好大份 大吊筒 其實你看到 超大隻 但它煮得剛剛好 這個就 點泰色醬 很適合 對我來說 其實這種 點什麼辣椒豉油 對我來說 我也喜歡吃辣椒豉油 因為泰色醬 紅色的那種 有辣椒的那種 對我來說 是不是太多味道 什麼茶 史拉茶 不知道是不是 史拉茶 不是 它這個泰色醬 是醋的那種 那就OK 清新一點 因為你魷魚 說真的 很難吃到這麼多 對 那你有泰色醬 就好一點 這裏夠小 一圍吃 其實一圍也有些多 因為我們的餐廳 很多東西吃 對 但真的很美 尤其是酥 酥好吃 不得了 很新鮮 就算它捲位 又夠厚 咬下去應該有點爽 好吃 這個很好吃 質感是適合的 對 我經常都說 香港的魷魚很少好吃 而且我覺得 整個經驗 所有餐廳的水準 都是一樣 不會說 這個特別好 這個就一般 這個OK 我覺得一樣 都幾高水準 那你會不會提議 如果真的去吃的話 大家都要儲齊人馬 才去吃好一點 是的 如果說真的 如果你四個人 吃這麼小的盤 拍照方面 有沒有這麼帥 真的 是啊 而且會過多 我覺得最好有六至八人 至少 六至八人 有大桌 十個人都可以 接著下一張照片 避風塘九套魚 這是經典的食物 是 這個也做得很好吃 很乾身 你看到 又是炸到外層很酥脆 裡面一入口就融化了 因為魚肉很細細 很幼 這個份量不多 大家就很快 沒有人一塊吃光 就是這樣 是不是過一刻 會覺得每人一塊 真是幸運 因為你吃完 魷魚之後 發現後面有很多食物 真的 那真是每人一塊好 是的 始終這些食物都是熱氣 有用鹹的食物 值多一塊 其實都不一定需要 過了一口就有錢 其實很多菜都是很送走的 是的 接著下一張照片 這個呢 我們看不明白是什麼 這個其實說真的 我有些不太記得 但我上網看一些資料 它應該是一個榴槤的toast 但我不知道它是怎樣榴槤 我看到它寫一棟榴槤多士 我都不太理解怎樣吃法 我不是 它是從哪裡穿插出來的 忘記了 那你有沒有吃到 有吃 味道如何 什麼 吃不到榴槤 什麼 因為當時沒有人說 這個叫榴槤多士 所以你沒有記憶 那一部分 沒有記憶 那這個變了 是不是一個 我連它是配哪個菜 我都忘記了 榴槤多士不是配咖喱類的東西 沒有 沒有叫咖喱 榴槤配些什麼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 為什麼有一個多士 不要緊 這個我看到很多人都有叫 一定是配一些東西 很乾身的 希望下次再吃看看配些什麼 立刻定了 記得了嗎 真的不記得 我想了很久 不要緊 這個我放過你 下一個就是自製香草豆腐 這個很好吃 是豆腐自己做的 是 我不知道它怎樣做 它釀了香草在上面 你看到很厚 很厚的 像魚蛋 它質感下面也是豆腐的 其實是釀豆腐 但是它是用香草釀上去 但是它整個層都是香草 是啊 那這個是素食 對 這是點給同事吃 這個挺有趣的 這個挺不錯的 我最初以為它釀了一層魚肉 然後魚肉上面有些紫菜 還有它點點醋OK 中間又有些蔬菜 我覺得它們有心思去想 又不是很複雜的東西 而出來的效果也很好 我多欣賞它這次吃 整個經驗都是 你感覺到它有想過的東西 還有它的想法 又不是那些高級粵菜 突然想到西邊那些 或者太堅密 它不是 不會太堅密 都是Comfort food 不是那些黑松露菌的東西 或者只是用法國鵝肝那些 這個OK的 好啊 要讚一下 然後下一道菜 就是白灼聖子王 配這個太色酸辣汁 這個我拍的時候 大家已經吃了很多 其實你看到那個殼也知道有多大隻 它就把肉放在中間的碟 就有些香芽 吃剩一兩塊 其實我看不到 因為它有很多配料遮住 右邊還有一兩塊 但是很快就吃光 這個就不多 所以它是混合了 和那些配料 又是點太色醬 這個其實它處理 也是煮的時候 要處理得很好 你的聖子不可以過熟 同意 其實如果 我覺得這個和鮮油有少許 overlap 味道上 所以鮮油如果配辣椒豉油就好 如果它的菜單是給我 或者FMV director看過 就會減其中一個 明白 但是香港朋友 兩樣都喜歡吃的 是啊 我覺得這個汁醬可以 多想一個汁醬給它 其實如果兩個菜式 都有兩個不同的汁醬 或者三個汁醬 那就不會覺得不衝撞 否則你只有一個汁醬 你不能選擇 再看下一張照片 這個很棒 這個又是好味道不得了 鴨來的 醬茶鴨 是啊 但是我想說 我是不喜歡吃鴨的人 但我都吃了很多 它的肉質是韌不韌呢 不韌 鬆軟的 皮也是脆的 沒錯 那很重要 對 而且它的調味也是很好 即是龍嘆有趣 是啊 忍不住狂吃 也是我不喜歡吃的 我覺得它整個菜單 沒否看過 但譬如這個鴨 或者雞幹 都不是我會選擇的菜 但最後出來 它是處理得極好 明白 還有下一個 其實應該是一些 你平時會吃到的菜 蘇炸日本生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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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超大隻 我想說 它是不是用那些真蠔 夏天那些 我不知道 但是呢 是這麼大隻 不是用平時那些什麼 不是桶蠔 但蠔味都很重 不是用那些小廣島蠔 不是很大隻 所以它應該是用一些漂亮蠔 這個是不是每人一隻都要一個價錢 是 每人一隻 下一張照片好像咬下去之後 哇 真的很大隻 這是我的手 咬之後 切面是這樣的 這個不用配汁 有汁 怎樣 我忘記了 太多食物 一定不是太多汁 怎樣 我已經忘記了 不要緊 吃到這樣 你已經忘記了 還是好像蠔餅那些汁呢 刺汁 那些酸的刺汁 不是 魚腦 有可能 好像是 還是太色 那天 太多食物 但如果它夠鮮的味道 其實連鹽汁都可以 蠔味很重 所以有些朋友會很喜歡 還有你知道蠔一個熟 硬硬的位置 炸了就很難吃 沒有這個情況 所以他們這方面真的很專業 做得 所以我不是說 水準也挺高 最後一道送 蝦米醬粉絲蝦煲 這個很入味的都好吃 我想這個也不會出錯 大家喝了很多酒 吃了很多東西 你想想那些聖子和魷魚都很浪位 是啊 這個位置是大家已經飽飽地 但是吃不吃得到 都吃得到 試了幾口是很好吃 其實 很入味 很好吃 然後一吃是很乾身 然後那天 不是很好吃 大家都很飽 吃兩口 那天每人吃了多少錢 想想 我們喝了很多酒 喝了15瓶啤酒 每人夾差不多800元 OK 因為現在 有時候你出去吃東西 不知道吃什麼 都可能沒有了900元 其實不是太貴 不過是很多吃剩的東西 這個食剩 鴨食剩 魷魚食剩 所以份量多 而且那個食剩 不是兩三塊的食剩 明白 我想魷魚食剩也是了解的 其實通常都是 你去到那個位置後期 你如果是女士 吃到一塊就算是這樣的 不是 還有那天的同事 是主力喝酒 明白 你們的同事 全都是這樣的人 好喝酒 所以了解 總括來說 都是非常好的經驗 還有氣氛很好 我覺得還可以保持 可以大聲說話 絕對要大聲說話 絕對 明白 否則別人聽不到你說話 明白